等了兩年 油肝筆電的實體周邊商品 終於可以再買得到了 而且這支是全新的 百萬訂閱限定版本 數量有限 賣完就絕版買不到了 有興趣的觀眾 歡迎就點留言區的置頂連結去購買 下次開賣 不知道會是什麼時候 嘿大家好我是油肝筆電 我想要去度假了 但我是個胡蘿蔔 今天我們來玩Robrush的秘密度假 一個看起來非常紓壓的遊戲 而且還是日本人做的 當放浪不在時 食物們在度假 我們要嘗試找他們 他們躲在房子裡 看起來有蛋有草莓 看看我們就能夠找到多少食物 Let's go 我不應該在晚上玩這個遊戲的 會餓耶 為什麼是蘋果 然後變成香蕉 哇這香蕉看起來好真實喔 好想吃喔 然後看起來這是一個吸塵器 好輸藥喔 兩個人是什麼食物喔 我是蘋果 這是起司嗎 我找到一個食物喔 在電視櫃下面 看起來是番茄嗎 我好像太胖了耶 突然覺得當起司還不錯 看起來我真的就在家中 還有這種鐵軌也好酷喔 然後你看有火車在這邊自動跑 欸我看到地上有個披薩 類似我們要找的食物嗎 Let's go 找到我第一個食物了 辣香腸披薩吧 雖然在沙發下面 但是看起來還是蠻好吃的 欸我車來了 我可以搭我車嗎 欸我這上面也有食物耶 這主人家好像是蠻不會生的喔 像這樣很小的地方 我真的不知道要怎麼進去 裡面就有一個食物 這個是什麼按鍵 喔 看起來一開始我們就有三個食物可以選擇嗎 胡蘿蔔橘子跟蘋果 看起來我們如果太大的話 我們可以變小一點的嗎 而且他們還有各自的介紹 他有的但是當你在晚上搜索他的時候 某某科技公司會出現 而且那個科技公司也放了你 被咬到一半的畫面好嗎 怕嗎 砸一下眼睛如果你怕的話 砸一下眼睛如果各位需要訂閱油桿筆電 跟幫助我按個喜歡的話 謝謝 幫助我按個喜歡 跟考慮訂閱版各位 OK我到胡蘿蔔看看 我現在喜歡胡蘿蔔 然後就直接重生在這個廚房旁邊 就看到一個吐司 Let's go 但是胡蘿蔔有點難操控喔 Let's go 找到一個普通麵包了 所以我現在也可以成為 披薩跟吐司 吐司說他不喜歡把 奶油跟果价塞在他身上 因為這會讓他覺得很黏黏的 下次各位吃吐司的時候 要想看看吐司的心情好嗎 沒有想過吐司的心情 你沒有因為你只在用你自己 好啦我現在變披薩看看 等一下我找到新的東西了 這不是Blood brush伺服器嗎 我們跳進去看看 啊加油披薩衝進去 F是什麼按鍵 按F可以讓你速度變慢 那RR的話就是get ragdoll 好我們先掠過那個馬鈴薯好了 這還可以跑酷上去 Bro我是來玩舒壓遊戲的 不是來玩很困難的跑酷遊戲的好嗎 我把速度變慢看看 然後調好角度 衝 喔 喔噴到了 我看到上面有個南瓜了 Let's go let's go 我好不容易再跳上去 沒關係 誒我找到一個仙石 我現在看的很小 我們可以進去我們可以進去耶 皮薩的好處是它可以這樣子 它可以這樣子 OK Let's go 有了草莓 像小小的地方我應該都進得去了 我好奇聖誕樹 結果真的有 我找到一個馬卡龍 這也蠻小的耶 鳳梨馬卡龍 還有這個穿梭的音效 搞不好這聖誕樹上面也有 在聖誕樹上面目前太難去了 我們先暫時追過 Bro這個人是什麼食物啊 是個小生菜耶 而且看起來已經發霉了 我找到另外一個食物了耶 櫻桃番茄到手 啊 又來又想吃了 完了 我們繼續往這個書櫃上面爬 跳上這個ROBLOX平板 跟印表機 PIZZA 該發揮你的身段了 彎腰啊 過來了 再一層就點樓了嗎 誒我們找到這個縮圖裡面的 草莓跟蛋了 它這邊感覺好危險 跳 NO 當你掉下去就是要全部重來 夠了 我要換食物了 我們來做草莓吧 草莓是不是走得比較慢了 我們要洗個草莓嘛對不對 它寫上還會站不起來 然後還會有這個水滴的效果 越洗油越想吃的 BRUH 哇 現在還有一個滑雪場耶 滑冰場 誰會在家裡擺這種東西啊 誒外面要雪人耶 不然我們家還沒吃過 還有陽台 可以看風景 好棒喔 而且我看到一個食物了 是香菇 誒 這雙年後面也有食物 有可惡心的 芒果 我們從這個吸塵器這樣上去看看 我看很多人都在嘗試 這是不是很難啊 喔 因為你看我們走路在左右左右的 所以特別難 還好我 訂閱了油桿筆電好嗎 就算左右左右 還是走得很穩 只是後來才會掉下來 BRUH 還有蛋糕喔 蛋糕這麼大怎麼走上去的 蛋糕 小心 不 OMG 蛋糕也不要擋路好不好 那這邊怎麼辦 不要掉下去拜託 我現在切換成慢速 然後跳嗎 掰掰 喔 滾下來了 妹妹剛剛就跳上去了 OK 我現在暫時放棄好不好 我就知道這個主人很噁心 這個小角落也有藏了一個 法國麵包吧 法式麵包 很好吃 我要回去電視櫃那邊看看 現在我應該進去的了 電視櫃裡面了 我忘記裡面是什麼 喔 一個番茄 Let's go 接著去 番茄 然後這個主人的家 還有ROBLOX的主機 我不記得ROBLOX有出主機耶 看起來冷氣上面也有 如果我們可以走聊 這個很細的東西的話 好啦 我們再挑戰看看這個櫃子 蛤 這邊有個洞耶 喔 bro 這裡面一定有食物 可惜我現在進不去 OK OK 我們之後進去這個洞裡面 不會拭目以待 OMG 現在就是這邊很難的地方了 信仰之月 Let's go 辦到了 這個裡面的食物 可以救他們出來嗎 他們被困住了 好可憐喔 這邊還有一個12公分的尺 OMG 拜託不要掉下去 拜託 你不要推我了 你在幹嘛 什麼水果 我根本看不懂 這上面是什麼 哇 這個人還直接穿過我 喔 我懂啊 這意思是什麼了 這是我們要擊殺的目標嗎 主人在擊殺的目標 他已經抓住了草莓 也抓住了蛋 他只剩下 Caviar 還沒有抓的喔 OK 我們現在終於來到頂端了 看起來在頂端等待我們是青蘋果嗎 綠色蘋果 也就是青蘋果嘛 喔 看起來也是很好吃 這一集的油肝筆變 餓了 等一下 後面還有更多的路可以走嗎 我們可能走不了 我先看看這邊有什麼東西喔 OMG 這聖誕 哇 裡面居然還藏了一個食物 應該就這個了 應該就這個 這我可以辦到的吧 3 2 1 白草莓 Let's go 我們找到新的 我們有吃過白草莓 說不定很好吃 先看看我剛剛找到的水果 跟食物好了 芒果 為什麼芒果太酷了 啊青蘋果呢 他真的是一個紅蘋果 他把自己塗成綠色了 BRO 所以男人一罐他叫綠色蘋果 不叫青蘋果 因為他今天是一個紅蘋果 出來不是很想要吃的 欸白草莓是限定的耶 聖誕限定嗎 他與紅蘋色草莓保持距離 因為他傾向榮譽生氣 那30公分呢 他很長 我知道 番茄 他生活中有個願望 至少開了一次真正的櫻桃番茄 哦 我看看櫻桃番茄的介紹 他相信自己 他認為他是世界上最大的番茄 哦 小不點 你真的很大 你的醜物很大 現在我最後開了30公分好了 這個很大 但是 不知道有沒有幫助耶 這什麼食物啊好小哦 你是螞蟻吧 呀 我這裡上去了 但是太高了 come on come on come on 彎腰彎腰 你辦得到的 Let's go 呀 Oh my god 也許我們朝左邊跳跳看 草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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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hill 我跳左邊 我終於上來了 難怪 但他為什麼在冰箱上面 那上面應該也有其他的東西吧 要小心走這邊有點斜斜的 跳 Oh my god 接下來這個繩子應該是很困難的 但我在這邊找到一個蛋了 是蛋嗎 兩顆蛋跟一個法國麵包 只有一顆蛋了 我再說說 OK 各位 我們先來挑戰看看這個非常細的繩子吧 來看看日本人的療癒遊戲會不會讓我崩潰 我已經快崩潰了 這要掛炸上去應該就很困難了耶 哦 也許我們要從這斜坡上面走上去哦 是嗎 哦 不是 但是我現在可能可以碰到馬鈴薯了吧 我現在這麼長 土豆 台灣人叫馬鈴薯啦 我找到一個仙的食物耶 在這個積木上面我要怎麼上去 30公分還不夠高 還是我們 他最近還做了一個小小台階 是爬上去不是殺進去 你還不想出來 不要再進去了 OK夠了 我現在變成我擁有的最小角色好了 櫻桃番茄 好啦我們現在上火車看看 跳進去 然後完全插進那個洞 太難了吧 肉這隻肉可能嗎 好像只能靠運氣進去 哦 我的火車要上去了 沒想到火車內的食物這麼困難 我現在真的想要去碰到這個香蕉 所以特別走到這個鐵軌上面 應該是可以 Let's go 就是現在 OMG火車要來了 為什麼火車回來這麼快 Let's go 還好有即時碰到 不然就被火車撞下來了 現在我再次回來這個地方來挑戰了 這邊跳真的要很有技巧 我看看馬鈴薯怎麼辦 馬鈴薯直接用走的 我也要直接用走的 欸原來你這邊可以直接用走的 What 謝謝你馬鈴薯 不要下來 不要推到我 OMG原來這邊才是困難的地方嗎 我看你示範 葉子在最邊邊 然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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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失敗了一塌糊塗 Yeah Bro 我這角色差很上去咧 沒想到是這麼難 但是我現在應該可以碰到檸檬了 因為我這個櫻桃番茄可以跳超高對不對 No 差一點 差一點 Yeah Oh 檸檬 還有你們到底是什麼出去的 我真的很好奇 喔 該不會是 那一個洞吧 我們剛剛看到電視櫃下面不是有一個洞 不會就是這個洞可以通通外面吧 我猜 我記得是電視櫃吧 喔喔喔喔是另外一個櫃子 旁邊的櫥櫃 Come on come on Oh come on 我真的進來了太好了 我們剛剛在這洞裡面到底有什麼東西 這是一個迷宮耶 這什麼聲音 Oh my god 它是什麼 啊老鼠 老鼠 老鼠來了 這邊竟然只有老鼠 哇雷 所以我們的目標是不要被老鼠吃掉 然後盡快的找到起司 因為有老鼠應該就有起司 找到一個小鴨 有腳步伸出的老鼠 起司 我需要起司 老鼠快來了 救命 欸 它放過我了 所以一直以來 那個老鼠都是要帶我們路 找到那個起司 干嘛咧 哈囉老鼠 BRO 乖老鼠會一直帶我 我怕其实在痛暈了 喔 他帶我回起店 What the heck 欸我找到了嗎 就這裡啦 我找到了 Let's go 一塊小乳酪 我現在變成一塊小乳酪好了 我要直接看這個 怎么去外面的路线了 不会又要在迷宫里面去外面吧 OMG 这真的有够复杂的各位 我可以了我可以了 OMG我终于要出去了吗 好像还没有这么快就对了 欸我要出去了 Let's go come on 这迷宫有够反的 你要怕老鼠把你叼回去 我们终于走出来了 我们赶快去碰那个蘑菇吧 蘑菇 我还换了一个灰状 这后面也有吗 圣丹丹 Let's go 最喜欢圣丹丹 我感觉这个花园里面也有东西 居然它有路可以让你上去的话 好像真的有耶 有个东西在发光这什么东西 煎饼 但为什么会在这一面呢 有够恶心的 我看这样子我们上面几乎都找到了 在下面还有蛮多这种小小的 比较难获得的 我要继续来看看 2000年之后 OK我们成功到冰箱上面 噢 盆栽这里 这两个盆栽啦 我可以直接走过去吗 我看到了 找到物与子匠了 与子匠 Let's go 我有最小的角色了 他从罐子中逃脱 目前正在变猎杀 有我在前面的白板上有看到 我应该可以进去火车里面 我现在这么小一个 Yeah bro 这个辅充太太太远了 怎么要从很远的地方飞进去啊 有够难的 噢 我进去了 Oh my gosh 这边都在什么 汤块 Let's go 现在我们来试试看看西瓜 甜甜圈也要尝试吗 我们看甜甜圈能不能办到 好成功喔 Yeah Oh 懂你甜甜圈 这太难了 暂时放弃 OK我们现在变成南瓜 开启垃圾桶 踩下去 真的喔 垃圾桶开了 然后我们现在变回鱼子匠 蛤 我手都往下关了 哦 你看它有一段时间会开着的 所以你真的速度要很快 跳 我进来了 Oh my god Let's go 然后叶子应该就在上面了吧 我找到了我找到了 叶子 Come on Come on 终于碰到了 沙拉叶 还获了一个卫装 你是怎么进来的 靠星谷 怎么进来的 Oh my gosh 沙拉叶就到什么 它是个沙拉剩下来的叶子 它剩下的沙拉被抓进带子 并被带走时 它急紧抓住垃圾桥的墙壁 原来这是他的故事 清不掉的沙拉叶子 OK各位 大家看这就是 Roblox的秘密度假了 原本是要来数鸭的 没想到 这么困难 我们找到了 揭露所有食物啦 所以如果你们希望 我找完所有食物的话 也欢迎在留言区告诉我 也许我会在直播的时候 找完所有食物 欢迎订阅追踪之后的那个直播 那希望各位喜欢今天这部影片啦 喜欢的话 别忘记把我按个喜欢吧 那每周一三五 看别的YouTube 老师有感叶子 我们下部影片见 拜拜